德国红点设计奖被称为工业设计界的奥斯卡 每年有超过一万件作品参赛 TBS特派记者前往位在ISN的红点设计博物馆发现 这一个世界重要的文化基地 它竟然是由废弃矿场改建的 造型独特的景价已经变成地标了 而这里面有三件来自台湾的设计 包括了眼镜 后背包 还有华航的商务舱座椅 都在今年获奖 其中华航777的商务舱座椅 因为它同时兼具功能 设计 还有品质受到肯定 来自东方的细腻设计还被形容为 让大家感觉有诱惑性 一百多年前 这里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区 煤矿造就了埃森 让它成为19世纪德国的工业重镇 1986年之后 煤矿枯竭 矿场废弃 人去楼空 这里一渡如同鬼城 但短短10年 废弃矿场居然奇迹出生 从一个废弃的矿场 现在变成了文化和创意的基地 甚至这里也变成了人类文化遗产 德国人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 如何将产业彻底翻转 这里每年吸引80万名观光客来看工业文化美学 造型独特的景价 矗立在矿区中央 已经变成地标 红砖外墙和立方体建筑是典型的包耗子风格 1997年 红点就在一片荒烟漫草中盖起博物馆 这个建筑是一种砂板的建筑 其实这整个砂坡的砂坡是一种砂坡地的砂坡 现在是UNESCO世界纪念 这种砂坡地的砂坡地的砂坡地建筑是 砂坡地的砂坡地 超大的锅炉压力表和裸露生锈的铁管 不断提醒我们这栋建筑的前世 而这个从天花板上锤掉下来的汽车 又立刻把我们拉回他的今生 这是1993年的红点设计得奖作品 用驴打造的车体 只有180公斤 可以轻易被吊起 每一年红点在这里举行设计奖颁奖典礼 这可是设计界的大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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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文化尖竞 ئ子多年之后 在这个年号宖经常与年纪元 他们已经在年轻的旷戏表计得很需要 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要保持人似乎 看到红点设计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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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发 赞 赞 赞 Hos·SG 因为我们很快地认错 是这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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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这个圆形的红色标志 可以等同于设计界的奥斯卡 今年全世界有一万五千件作品 他们想要来角逐红点设计大奖 其中他们选出了八十一项 包括了这个眼镜 这个后背包 还有这个商务舱座椅 他们都来自台湾 三件来自台湾的作品 过关斩将得到年度设计大奖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华航777的商务舱座椅设计 一个好的设计是 我认为四个设计的性格 第一个性格是功能 在你的股票上是非常功能 第二个性格是 你必须要在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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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宪擅长的东方细腻设计 显然很对评审的味 某种程度也代表台湾人的品味 受到了肯定 品味是一种国民美学 就是说你国家可能进步到某种程度 然后你一般的国民 对于自己的生活 在意到某种程度 那品味会出来的 但品味这件事其实很主观 为了彻底实践所谓的宋代美学 华航同时也为空腹员换了新制服 但外界评价两极 现在有了红点大奖背书 他们吃了定心丸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平台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台湾的文创的 它的厉害 这个都是学问嘛 你看它这个配的色 然后这个的软硬度 这是宽庭的 台湾的创造力备受肯定 几乎每一年都有来自台湾的作品得奖 红点博物馆为二的两座海外分馆 就落脚在新加坡和台北松烟 都是老建筑改建 当然德国埃森的红点博物馆 更是现代工业设计作品的胜利 五层楼的挑高展场 巧妙的空间利用 陈列着2000项历年得奖作品 代表着不同时代的设计和消费习惯 你想象得到的生活用品 这里通通有 小到随身碟 大到直升机 都塞进了这个博物馆里 苹果电脑历年所有产品也几乎全部入选 60年来 红点选出了全球最好的创意设计 显现生活无处不设计的概念 把世界文化遗产 工业文化和设计结合在一起 让过期的工业城市得以翻转重生 埃森做到了产业翻转 德国设计精神也因此远远流长 TBB新闻高志宏前一军在德国埃森的参访报道 中文啊 院长 显今年 岛 阳